大家好,我是TYC館長 今天要為大家開箱的是 Switch最新遊戲 密特羅德 生存恐懼 先跟大家講一個密特羅德的故事 密特羅德最早期的是叫做銀河戰士 它的第一款作品是在1986年的時候 當時是在天堂紅白機上面推出的 人像卷軸的動作作品 遊玩的方式就很像是 沃克人跟惡魔城 比較像是瑪莉歐的動作要素 以及就是薩爾達的解謎要素 造就了密特羅德這一款遊戲 那為什麼叫密特羅德呢 因為密特羅德其實並不是主角的名字 跟薩爾達傳說很像 主角的名字都不是在標題上 密特羅德是一個外型的生物 主角需要去把它消滅 密特羅德的主角其實是一個大正妹 包在緊緊的衣服下面 那其實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叫做薩姆斯亞蘭 她其實是一個穿梭在銀河的賞金獵人 才會叫她銀河戰士 因為現在也都終於原著的標題解說了 直接改成密特羅德 所以大家可能會不太清楚密特羅德是什麼 那其實她原本叫做銀河戰士 她上一次的作品呢 是在19年前的GBA 就是GAMEBOX早上情上面出的 密特羅德融合這款遊戲的續集啊 19年後才出續集啊 很多人可能就忘記它 可是呢 這款密特羅德系列的遊戲呢 其實呢也幫任念堂呢 賺盡了大筆的鈔票 那我們今天開箱的呢 Switch的密特羅德生存恐懼限定版 今天就來開箱 就給大家看哦 它其實就是封面大概是長這樣 然後我們的背面呢 一個非常漂亮的密特羅德的背景啊 那上面這個是鳥人組啊 就是這一次最大的頭目 首先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旁邊這個是 我們這一款限定版鐵盒 上面是有螢光的哦 那裡面什麼都沒有 那就是可以換卡夾啦 如果你喜歡鐵盒的話 旁邊這個呢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款 密特羅德收藏系列 這是第一款密特羅德的遊戲 第二款叫做密特羅德歸來 出在gameball上面的 那第三款是超級密特羅德 出在SFC俗稱的超任 那第四款就是出在我們的GBA 上面叫密特羅德融合 那19年後 終於出了密特羅德的生存恐懼 如果你是買一般版的話 大概就是遊戲大概就長這樣 好 特別版最重要的呢 就是下面這個 密特羅德的美術設定集 非常厚一本哦 大家看一下 非常厚一本 其實就是極大作啦 如果你喜歡密特羅德系列的話 這一本真的蠻適合收藏的哦 從一開始的第一款密特羅德 密特羅德的薩姆斯歸來 超級密特羅德 第四座密特羅德融合 就是在講薩姆斯呢 就對這個密特羅德感染之後呢 跟這個密特羅德融合 成為一個超級銀河戰士 終於迎來了生存恐懼這款遊戲 一代呢多了一個新的敵人叫做 Amy 這個敵人呢 非常的恐怖哦 基本上遇到他 就是會被他一直追趕 這個就是我們的美術設定集 這款遊戲呢 還有出兩款Amiibo 這是薩姆斯的 這次的造型 敵人 叫做Amy 這造型哦 真的是都非常的細緻 如果有喜歡的人呢 也可以去買一款 來做收藏 那以上是這個密特羅德 生存恐懼 特別版以及Amiibo的開箱介紹 最後呢 欣賞30秒的官方預告 體驗一下這款遊戲的畫面 Let's go I'm gonna break through What means showtime Keep on moving Pushing my weight Ain' After Target I'll make it all the way Show me what you got Yeah 密特羅德生存恐懼 如果你喜欢馆长的影片 请帮忙按赞留言订阅并分享 及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